刚刚在广告前看到价差 从正价差翻成了逆价差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吓一跳 所以外资对于台股的行情 是一直唱衰下去吗 错 选择权请看 好特别啊 今天的选择权 竟然是看涨的买权 增加比较多 所以我才说啊 时卖又怎样 外资的卖压 可能有机会慢慢的减轻 还是说我太乐观了 不知道 但是那个借券 外资的借券 你看也是正面的哦 借券的金额是在下降的啦 所以玉堂啊 你怎么去看这样的讯号 有一点点参差不起 好 其实我认为应该是说 在结算前 这个价差的部分 我们认为是比较有趣的地方 我相信在这张图可以发现 在1 2 3的部分都是正价差 期待什么 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 这个大户条款 就是昨天要做生意 市场一些比较乐观的一个气氛 结果发现结果还是不如预期 没有到废除 因为先前很多人讲会废除 甚至有些外资机构是喊到 废除大户条款台北股市会上万点 但是这次都没看到 所以今天发现什么 在这个我们讲新合约的一个 比较主要的交易日来说 台子其实呈现逆价差 反映出来是比较一个负面的一个对台北股市的一个后续性的一个看法 而且我问你 因为大家以为外资的卖是来自于国际变数 领准会也开完会了 美国股市昨天还大涨 期货盘也在涨 所以外资今天的调节台股 多多少少也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对 我认为政策的一个不安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外资其实也会看台股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动向 就是我一开始讲的 当然啦 回到选择群的部分 我们去看一个重点 其实如果说政治我们讲 有时候讲政治归政治 经济归经济 如果说不确定因素到日后能够更明确消失的话 其实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之下 回归基本面或回归国际股市 台北股市应该还是具有落后补涨 你讲说那个变数回到更正常的轨道 我听到大户跟我聊什么你知道 就是有一些大咖的 他说延后三年 你们认为延后三年 然后再来实施大户条款 这是利多吗 到最后就会取消掉废掉吗 如果十亿变成五亿呢 对不对 有可能越变越糟嘛 对 越变越糟 就是个变数 就讨厌变数 对 讨厌变数不确定 往后三年好像看短的人会觉得三年没问题 看长的人是什么 我还要再等三年 而且未来怎么样都不知道 对 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当然啦 我觉得外资其实 也有点摸不着头去 预期选12月初开始选后这个时间点 变化太多 所以你看买买权跟买卖权 两边都在增加 对 为什么 国际股市好 他又觉得台股会不会跟涨 那国际股市万一不好 台股自己也有问题 那内优外患之下 台北股市的震荡会比较剧烈 所以我会认为他在选择权的部分 两边去做一个压保 都有做避险的一个味道存在 所以希望外资马上返卖为买 没那么快 我觉得应该是没那么快 那更重要的是其实在今天我认为 有一个重点 央行的一个利率决策的一个部分 终于有答案了啦 这是彭总裁呢 我们的央行罕见的 在美国领准会开完会议之后 然后随即开会 就是等叶伦的答案 幸好叶伦说 未来两次的会议 时间表我们刚说了 都不会有升息的动作 彭总裁心就安乐 结论喔 今天央行也开礼监视会议 考量全球经济复苏仍旧是缓慢的 国内经济稳定成长 通膨温和 在通膨所指的就是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物价稳定 所以央行为止 我们的基准利率在1.875% 不做改变 这已经是我们连续14栋的利率 不做改变了 那这样一个结论呢 什么都不变 美国跟我们的样子都不变 那外资怎么看待 好 第一个利率不变 我相信这市场 一定可以期待了 美国不会动 台湾就不会动 这很正常 那今天的谈话 可能有几项 我觉得有些 投资观众朋友不太认同 物价稳定 我们知道最近物价都在涨 对不对 油价的也有连继承车费 都要做调涨 到底物价有没有稳定 我相信这个答案 这个各自信中 有一把尺 年初的时候油店双涨 什么牛肉面 什么卤肉饭 全都涨 现在油店都要掉下来了 油碟那么多 还在涨 牛肉面一碗还是180 还有现在素食店也还在涨 那当然油价 这个物价能不能稳定 我相信当然 这有很多考量因素 我们没有办法决定 那我认为今天彭华 还有谈到一个重点 除了利率之外 因为利率我们都在座专家 其实刚刚都聊到 不会做一个变动 他有谈到一个国际油价的部分 油价 这个我问一下震华 因为上次彭总裁 他在立法院有对外说 就是他希望油价都已经跌得这么重了 五字头的油价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店家应该是要降价 他说油价的重挫力大于弊 等同于减税 什么减税呢 其实是在企业端 所有的原料成本 任何的厂商都会用到了油 你继续想看看 就算你原料不用油 你运输也要用到油 成本都是大降的 所以东西卖给我们应该是要变便宜 他说等同于减税 待会震华做点补充 油碟利于消费之初 除非东西变便宜了 刺激经济成长 请问一下您读出他的话中话 真正的所谓的通膨 这个价格上来 其实你是分成两种 一种是所谓的成本上升型 一种是需求拉动型 那是不一样的概念 彭台刚刚讲这个东西是 如果说你厂商的东西变便宜了 让大家愿意去买 那种形形的刺激 需求消费是不一样 彭台他讲的那是第二种 它是属于比较良性的 我懂了 他讲的就是 企业成本下降型 带来它的获利拉高 所以 就你东西变便宜了 然后我就很想买 然后我们大家很想买 导致于你又变高 那种形形是推动型的 感谢震华这么一提醒 所以如果照震华 这么一个分析玉堂 那彭总裁的言下之意是 明年如果油价处在低档 或者是今年的第四季 油价跌得那么快 我们可预见的在明年看到了 今年的第四季企业的财报 应该是很漂亮 是不是这样 我认为是有机会 但是可能在明年的部分 反映出来的数字 也许会更好 因为比如说我刚刚讲 是油价大概这一两个月才下来的 有些可能是签合约或什么 可能反映没那么快 但是如果明年还是维持在低水准的情况之下 2015也许在相关的这些厂仓的部分 获利的数字是有机会好转 所以我们的经济的带动拉抬 来自于油价应该是企业端 对 没有错 而且我们都知道 我们所有的大部分的原料都是进口的 今天有一份报告 亚银出来的报告 很多新兴亚洲部分的GDP是呈现调降的 但是唯独台湾是什么 调升的 对 所以就是符合朋友他讲的 油价的下跌 其实对台湾来说 整体来说它是有利的 所以亚银那份报告 看到我们GDP往上 来自于就是成本的 我认为这一定有一定的关联 好 我知道你会想要问我了 如果油价跌得那么多 企业的成本大降 带动它的获利的拉高 所以股价会不会动 有一时候我们不知道它 即将公布的财报 技报涨怎样 但是老板知道 亲朋好友主管知道 所以股价会说话 大盘请来一下 因为行情 如果说像顾大哥说的会胶着 还要等东等西 国际变数 那怎么办 我们就用相对论来找好股票 我这题交给阿潮 我们的方向是这么定的 大盘 从9251 狂跌到8826 这段的跌幅 您自己算看看 很重吧 能够跌到所有均线 都是盖头反压 在这 这所有均线才在脚底下 如此两极化 所以前提一 哪些股票大盘大跌的过程当中 它不跌 它抗跌 它没有继续这样往下掉 二 它是必备条件 今天大盘不是涨起来吗 当只要大盘有一点点火肿的时候 往上涨 这些个股继续又弹高 弹得比大盘还要来得强 两大必备的条件 阿潮有没有找到 对 有的 就是说 这段期间台股是不好的 有没有哪些族群是还不错的 我想第一个就是 本来就是在相对低档 被打在地上 爬不起来的太阳能族群 最近终于有好消息了 因为美国的 这个对中国大陆的一个 双反的一个中判 是大幅度的 要克这些中国大陆业者一个重税 这对我们来讲 就有转单的一个效应 比如说这个茂迪 这一次呢 他的这个我们中判 他是调降 本来他被克20%左右的税 现在是调降他11% 所以是调降的 降最多 降最多的 所以他这一次 太阳能里面最强 你可以看到其他的太阳能族群 像易通就没有他弹起来那么强 这个是在贸底的部分 那新日光 中美金也都是如此 因为这个美国对中国大陆的 这个反请销税 最高来到165.04% 最高的 这很夸张 165.04%就告诉你不要来了 因为克165% 卖进去还能赚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你卖一颗 你要准备double的价格 才能够回本 对不对 对啊 那麻利率本来就没多少 再克165% 所以还能赚 那等于是告诉你通通不要来 那这个是反请销 还有反补贴的 反补贴的一个税率 大概是在27%到49.79% 49.79% 也等于是告诉你不用来了 那这种情况下 对我们台长就是一个利多 所以我问你 以后美国的太阳能市场 中国大陆势必是很难打进去 对这等于宣判是算是死刑了 因为这个税率2 30% 根本就不用玩了 那我们就有一点机会存在 只是说后续呢 还是要看油价 如果油价还是在相对低档 它可能还会往上 但是往上的空间 可能就会受到压抑 但是如果油价涨上 我想它就是顺势 一直涨上去的机会是比较大 刚才金潮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 大陆的这些太阳能产品 美国也不要去了 但是我要提醒观众朋友 一件事情 如果大陆的电池 是用的是台湾的模组 它仍然适用大陆的高税率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 去思考哪一些 它两者之间不挂钩的 那才是未来后续的 太阳能选股的重点 第二个 所以我们的厂商 不是所有都是低税率的 对不对 我们的厂商如果是做模组 但是给大陆他们去用 你从日本跑过去就没关系 从大陆过去就不可以 所以从这边来观察的话 就是说太阳能股票 你可以做选择性的 但是你不能够去 一起都认为都是利多 讲太阳能 怎么很少听到生阳科 因为也有网友在问的 生阳科 生阳科当然 整体来讲也是有受惠 因为台厂普遍就是调降 但是以帽底来讲 它是调到最低的 11% 所以它最强 你可以看到 它是连续两个 两个跳风缺口 生阳科就没有像它 像帽底那么大的一个受惠 包括底型也大概也打出来 但是就是有点类似 那这个是在太阳能的一个部分 接着我们看第二个主题是Type-C Type-C当然就是欧洲这边要统一 把所有的这个手机的 不同产牌的这个规格连接线 通通都统一起 所以嘉哲 宣德 连长 最近这个就是属于Type-C 那Type-C如果真的实施的话 其实对苹果来讲 有一点点小小的利空 因为苹果的这个连接线 都是最贵的 就是全世界最贵的 就很奇怪 就是它的连接线 都是别加了好几倍 而且新款的跟旧款的 你又要重新再买一条线 所以这个Type-C一旦实施之后 我想对苹果的毛利 应该是会有影响 我们上次有讲过 话过 就是你要充电 不是要插那个连接线 就阿曹刚刚讲到 那现在苹果跟飞瓶阵影 全部都要统一 规格叫Type-C 连苹果都统一 所以那个听说商机 就比较大一点 对 我想对苹果米是好事 因为你就花一样的钱就可以了 而且不用说到外面之后 你还要再自己带连接线 去饭店也都不需要 再用再准备自己的连接线 那在运输股的部分 当然是油价大跌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个台华 今天也是继续涨 做这个两岸货运承软的 这个还是持续的再往上 那长龙 阳明 这个是做海运的 你可以看到一艘 那么大的一个货轮 油如果便宜的话 这个当然是现金就赚很多了 除此之外半导体的部分 最近连电集团真的是很强 不论大盘好与不好 连电集团似乎是有想要做账的这样子的情况 旗下的这个八卦资源 连羊 连结 这最近都蛮强的 那预创也是如此 那手机相关的部分 像这个红辉 它第三季财报是非常的不好 所以它跌了很深 不过跌很深之后呢 12月整个都涨上来了 那最近平概股都不太好 但是也有红苹果的 红苹果的部分当然是包括台郡 跟自身 自身到现在都还在涨 这个是在于近期抗跌 那怎么样来操作呢 就是说 因为已经有涨了一些上来 所以你是 我建议大家是短线操作 是快进快出 那如果下跌 你空手的 你下跌量说是早买点 那如果你手上有的 看到下跌量增呢 是可能是要去找卖点的 那如果你是空手的 你看到下跌量增的股票 可能暂时先不要碰 特别是法人再出的股票 我想是暂时不要碰 那如果反而是涨上来 融券没有减的 我觉得反而是安全 比如说红辉 红辉就是涨上来 融券还是持续的在增加 这个很有可能会走 嘎空的一个行情 所以这些标题就看量 如果说报大量 然后骨架涨不太动 就要小心 可是如果量还保持在 价量稳定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继续留住它 刚刚好阿曹在戴的时候 我想到其中有一档像智深 我光念一个外子 还有头信 同买智深 就念了好多天 待会儿问一下郑华 有些的焦点骨突然冒出头 今天同买超的 晶电新智光 智深跟细品 同买的 同买的呢 又是这一些 金控跟鸿海 每天都是它 不过鸿海今天外资卖超 不是第一名了 连续两天卖第一名 然后四万四万 今天是一万几千多张 有专家说 待会儿再请教郭大哥 说什么 当鸿海卖超不再是第一名 卖到排名越来越后面的时候 反倒是鸿海机会快要来了 我们就看一下了 同买的国泰金 鸿海 富邦 中信跟东元 回到买 郑华我先问 为什么从投信跟外资的买超 浮现了两个族群 第一个是塑化类 投信部分 投信比较多的是在塑化 二三线 像国桥 第二大类是发光二极体 LED 来自于投信的鸭宝吗 国桥来讲的话 它在这一次很明显的 它是有一点投信 稍微有点作帐的味道 刚才有提到就是还有这个包括 LED LED的部分 因为LED的部分 它跟太阳能 过去来讲的话 它虽然是同像 可是它有时候会有一个 今天涨明天换我 这一次看起来的话 当然投信买得比较多的 是从昨天的经电开始 我觉得从这几个逻辑来看 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就是它们都是低基期 OK 其实它真的都是低基期的 不管你从外资的TPK 或投信的LED去推 它们都是在2015年想要找 完全低基期的股票去重来一次 讲到低基期 宏达电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宏达电今天沙尾盘打到最低电 跌7块钱 134块 所以我们再来看K 前阵子的这个宏达电的机器音乐 比较偏低 时间拉长一点点 它是有这样的底型打出来 不过今天突然一根的长黑棒 往下掉 这个消息秀给大家看 宏达电的高层 年底加码自家公司的股票 为什么加码股票 从11月份买的账数这么多 花费这么多 却涨不太起来 郭大哥你怎么看宏达电 基本上宏达电来说的话 大家对它目前的一个产品 都是给它强烂按讚的一个状况 可是在实际上的销售 跟毛利上来说的话 大家还是有疑虑跟存在 今天因为沙尾盘 我盘中是有听到消息 它12月的营收会不好 不过我强调这个是我听到的市场消息 因为12月还没结束 但是就是说已经有人预估 它12月营收会不好 这个是为什么会杀成这个样子 的一个马路消息 阿草我问你 它已经高层花自己的钱 买了这么多买上来 然后今天又掉下来 今天股价这一根长黑棒 其实是很大的 如果再秉及等待12月份的营收 那是不是对于宏达电的操作 就先保守应对 对 因为为什么高层会去 会去加买自家股票 可能出货的时候出了不错 今天为什么会杀下 终端卖不好 这两者之间没有冲突 因为圣诞节其实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不会有下游的业者 现在才跟你要圣诞节的货 所以这可能已经就是 今天的消息会传出来 也是有他们的原因 这当然就是说 这个高层去买自家的股票 我觉得这个对投资来讲 我们当然是要给他肯定 因为要赚大家一起赚 要赔大家一起赚 要赔大家一起赔 对 不过宏达电的今天股价 真的很驚慌 跟大家这家分享 我刚刚问洪海 问郭大哥 因为洪海昨天有专家说 他至少卖的排名 不再是第一名 外资卖超第一名就是洪海 我念了两天 今天卖洪海是第三 第四名 第三 那会不会慢慢的洪海的 主抵的机会就浮现 基本上目前还没有看到洪海 在进行主抵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从洪海的一个获利情况看 明年那么三四月间开股东会 或者召开股东会 宣布分派股息的时候 这个价钱已经是 具有相当高的殖利率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是长线持有洪海的人 你现在可以做续报的动作 但是空手的人 等到底型出来再做承接 再不然 你就是分批定期的少量买进 不要去用融资了 因为洪海好多人关心 麻烦时间缩很短 我最后再问一下玉堂 还在卖对不对 还在卖 你看 全部都是破底在破底 昨天的低点是84.3 清掉之后 哪里出来了 今天没有破底 今天 所以呢 所以有可能就是所谓的卖不下去 讲洪海之前 我用另外一档个股做举例 好 我们看一下广达 广达 然后下面一样放外资的买卖槽 好 从69.5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拉大一点 我们看这一段 放大一下 好 你看这个地方外资数也在卖 没错 但是它从69.5开始什么 卖不下去 对卖不下去 然后开始往上做反弹 对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我们想讲的一个什么 怎么去抢所谓抢短也好 或者是去观察所谓底部也好 外资卖不下去 广达从69.5开始垫高 反而什么 股价现在什么 在高档开始什么 外资有渐渐的卖超减缓 开始有转为什么小买的情况 对对对 那鸿海什么时候落底 就像广达这个地方69.5 外资持续卖 但是股价不再破底之后 从今天这一根K线 虽然它是收黑K 但是仔细去观察 往后这几个交易日 这个84.3 如果底部有守的情况之下 那外资的卖超 第一个趋缓 第二个甚至油卖转买的情况 也许鸿海在短线上这个 日K的一个底部形态 就有机会做成立 这些股票为什么会破底 就是因为外资提款机 我们换一下国泰金控的K线图 你可以很清楚的发现 国泰金控它是破底的 下面同样是外资在卖 那么同样的情况 也出现在可成的身上 可成的业绩 营收都是创新高 可是它是破底的 所以对这些股票 跟鸿海操作 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模式 也就是在这边 手里有的人 你可以去等明年的配息 都非常的好 但是你如果是空手的 不要去摸底去 可以用分批的方式 定点的买 时间关系 这个老板 老板想些什么 总比我们先知道 所以老板在做决策的时候 各大企业 现在用的新的idea 竟然是巨量资料 什么意思呢 从国外星巴克 看到我们国内的晶圆产业 另外一个点 快要过耶旦节了 看过圣诞老公公吧 可是你应该不知道 为什么圣诞老公公 一定要披着一件 红色的外套呢 原因是什么 根据杂志商业周刊的资料 显示 以前的大老板 企业公司都会有大老板 大老板 时时刻刻都要想 想他的决策 想公司的未来 要定方向 定schedule等等 听说 以前老板常用直觉 这么做就对了 相信我 我的专业判断 可现在 玉堂啊 不是喔 很科学耶 听说是用那个 上了云端抓下来的 巨量资料 没有错 这个大老板的判断 来自于哪里 信心来自于哪里 我觉得数字会说话 我觉得这句话 各位如果常常看新闻 最近这个科皮也常常讲这个 看数据 看数据 对不对 很多决策看数字 那巨量资料 我相信 大概这一两年 我们才比较常听到 那因为随着什么 网路 还有所谓电脑的一个 云端的兴起 所以才会 我们好像生活中 比较密切 也会接触到这样的东西 其实它的东西很简单 各位去想 我们比如说在我们的Email 或者在脸书 按赞留言 我们的一些消费的习惯 信用卡公司 这些资料 都是这些企业大佬 决策的一个什么 重要依据 我讲一个简单例子好了 比如说 像可能你刷卡 这个买个机票出去 这些信用卡公司 就会统计你 你要去哪个国家 你平常消费习惯如何 会寄相关的优惠资料 马上就 这个讯息给你 这个就是把你过往的 消费的记录 还有你的动向 消费行为 对 它都查得一清二楚 这个就是Big Data在 我们讲 其实在你生活中 运用到的 其实非常多 那我们举几个例子好了 第一个我们讲 我们最常这个 星巴克 这个喝星巴克 我们讲 就是大家一个享受 对不对 那大家会想奇怪 有些人家里旁边很奇怪 莫名其妙可以开个两三家 有些人家里面 想要喝杯星巴克 可能开车 要开个五到十分钟 为什么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对 为什么 它会设的点 它到底有什么考量 其实 它的运用什么 我们常常讲 地段地段 你要设点就是这样 Location 第一 Location要怎么决定 我们刚刚瑞涵一开始讲 过去的老板是什么 可能自己在这个路边 看一下这个车流量如何 看一下这个下班时段 人多不多 有没有公车 对 有没有公车 然后这个经过的人多不多 年龄层是什么 感觉对了就开 对对对 但是这个什么 常常会有风险 还是要什么 要有数据去做量化 因为公车站牌移到中间去了 对 那或者是这个点 可能假日 其实它人不多 那有时候 星巴克其实假日 是主要做假日生意的 生意比较好 你要怎么去做一个考量 那星巴克 它就有所谓 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开店的一个 我们讲分析的叫Big Data 这个Altas的一个 我们讲城市好了 所以星巴克要去 店开在哪个店 是抓巨量资料来选择的 对 它用这个附近的人口 还有商业 还有所谓的车流量 然后经过这个 我们讲电脑的运算 来决定说这个地方 适不适合来开一家星巴克 然后才去做一个决定 这个是它最主要的来源 那还有所谓的 现在我们还讲 所谓的一个行动支付的 或者是统计这个 所谓的一个线上的 一些优惠的活动 它也会分析说 在哪一区 运用这个星巴克的 手机的用户比较多 它会适时发一些 这个coaching的一些 优惠的活动传到附近 甚至我相信在夏天 我们最爱喝星巴克 其实新冰热的一个部分 对 这个我想很多人 在夏天很爱喝 但是有时候就跟我们讲 现在天气这么冷 你说新冰热卖得好不好 我讲实在话 应该是不好 谁会去买冰来吃 对 谁会去买冰来吃 对 这么冷 所以它也会根据什么 尤其在美国的地区 它会根据当天的温度 然后可能比较热了 或者到了多少度以上 比如说台湾 假设是现在是夏天 快接近夏天的时候 可能气温高于28 或30度的时候 它会知道 新冰热可能会热卖 那它的备货 备料 或者相关的优惠 再买多一点 对 它会备料备多 或者是在这个时间点 它推出相关的优惠 因为需求量增加 可能这个地方 让它的销售额 营业额往上去做冲高 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巨量资料的一个 运用的一个实力之一 好厉害喔 对 那再来我们再看什么 这个是星巴克的一个部分 下面我们去看 这个所有的女生的最爱 金城武 那到底是为什么会找金城武来 大家好像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他帅啊 对 那就帅吗 其实背后还有一个问题 用4G的人 一定是我要推4G嘛 是 是 那我一定要找 这个跟4G有关的嘛 你不可能随便找一个嘛 对不对 那它也是 中华电信经过这个分析的一个 相关的数据去做一个批对 也是巨量资料找出金城武 对也是巨量资料找出来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第一个 会喜欢4G就是什么 第一个 我相信它找资料过程这样 要上网 对不对 看影片 对不对 你要快 要什么 我觉得平常浏览网页需不需要快 不用 但是我要看影片 看相关的一些部分 它可能做这些相关的使用者 尤其在过去中华电视 它有很多的这些我们讲 存留下来的资料去看 其实金城武 第一个当然他的形象 当然也很棒 那跟这些所谓批对的 喜欢上网的看影片的人 他的一个是相符合的 等于是在同样有交集的 也就是透过4G上网 抓影片下来看 金城武拍的电影最多 对 或者浏览他的广告的一个部分 广告最多 对 原来 所以他才会去 那这样找金城武代言 那是不是推出来的效果会更好 还不是只有中华电 还有很多家企业 也运用到巨量资料 对 没有错 那还有一个我讲 这个就是我们讲 产业面最需要的 其实就是电子业 良率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没错 对不对 良率的高低就是成败的关键 那这一次的范例 就是中研院跟台积电有个合作 就是 因为你在生产的这个 晶圆的一个 这个我们讲 机器者一个部分 到底哪一台有问题 哪一台生产出来的良率是比较低的 你要找出来吗 你不能等到每一次 每一批生产完 一个一个去检验 它的效率会降低 对 所以他用所谓的一个 其实也是统计学的一个方法 跟中研院合作 把这个 我们讲 从所有产出来的这个 晶圆里面的部分 也是一样 用到这个Big Data的一个概念 去做一个区分做划分 把这个良率的一个什么 去做一个什么 提升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把 不良率去做一个下降 你看 他说使用相关的这个 我们讲 去分析资料之后 把这个 等于是不良率的一个品质 下降到只有3%左右 不良率下降 毛利率就会拉高 你就不用生产多 过多的所谓需要再回收 这个不需要的一些产品 可以把这些步骤 把它做一个减少的一个动作 巨量资料 它的运用是非常广泛 像德国在世界杯足球赛 拿到世界冠军的原因 就是因为 它有所有的巨量资料 交叉比对 每一个它可能的对手国 那么它跑位的空点 像巴西来讲 他们发现它有一个单边 永远是空缺 所以德国就靠它 拿到了世界杯 你靠那个巨量资料统整出来的 就是我知道你巴西的 你这个 这一个单边 永远是空缺 那么我的所有攻击 从那个地方开始展开 这个其实我现在脑袋想到 我以后一个程式 要杀多深散户会停损 你知道这一招不错吧 我们就抓每次 第一年来 杀到多深的幅度 融资会开始减 你开始在写程式了 我在想这一招一定不错 抄底的时候有用 你也在写程式的人 对… 这个还不错 所以巨量资料实在很好用 刚刚透过郭大哥讲那一张 我才知道原来德国打足球 欧洲他们足球是很疯的 这卡里面 他连那个在T足球比赛的时候 战术 他可以用巨量资料来抓 那刚刚讲到企业的经营 其实还有一个 听说日本7-11也是 对 没有错 我相信我们现在 也可以感受得到 台湾我不知道 有没有用这个数据 台湾可能会有点差别 我们现在看到 外面卖很多口罩 外面保暖戴了 现在才出来 为什么现在才出来 那日本它有它的一个SOP 我们讲一个标准的流程 好 就是說 一天内的一个温差 达7度以上 那今天的温度跟昨天 又相差5度 那湿度大于30% 这个叫做什么 753的一个法则 它叫感冒指数 如果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代表说什么 我们的身体 因为温差太快了 容易感冒 那它代表什么 感冒的人会增加 所以呢 感冒一感冒 买口罩 买尘药 或者喝热汤 或者买一些这个 我们讲保暖袋的部分 需求会增加 最近这几天一定有这样 一定有这样 百分百 光那个老师感冒 就好几个 而且我也喉咙痛了 所以就会去买热汤来喝 夜积就成长 对 你像去7-11 有沒有看到 关东煮开始这个备料 开始增加 一直补货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用什么根据 当然很直觉 如果说用我们比较传统的观念 天气变冷一定会增加 但是如果企业 因为我们讲 就台湾的7-11 我相信他自己也有一套 对 因为他是上千加的 对不对 那一定说 哪个时间点 我们要推出什么活动 哪个时间点 你的备料要增加 台湾应该也有自己的数字在 而且如果你身为老板 关东煮 或者是那个7-11的老板 然后人家问你说 为什么关东煮变得这么多 怎么最近放这么多料 你刚刚讲说 因为天气变了 那就漏掉了 你要告诉他 我根据753原则 对 但是以台湾来说 我觉得又有一个难度 各位有没有想到 到11月底 到12月 中线进展 台湾的温差变化太快了 真的 因为现在气温变化 非常的快速 对 所以我认为 其实就是我们讲 更需要用数字来去呈现说 你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经营 如何运用这个巨量资料 来去做一个很良好的规划 今天一讲我才知道 原来巨量资料 可以扩散到这么多的用途 而且带来成效跟商机 听说前阵子那个伊波拉病毒 不是扩散全世界 大家进攻资料很害怕 连扩散的地区 也可以用巨量资料查得到 对没有错 我们先前大概看新闻说 到底有多少人死亡 扩散的速度 还有会蔓延到哪里 到底是怎么推测的 其实这也是从巨量资料 去做一个观察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观念 其实我之前看美国的影集也是一样 他们要去抓一个这个抢犯 这个就是窃盗犯 他要怎么去抓 他从他出没的地点 对不对 你要怎么去抓 他到底住在哪里 出没的地点 还有他之前有上网的位置 还有他的行踪 从这几个点 他可以抓出来 他的一个行踪的路径 那伊波拉病毒 也是用一样的概念 从扩散的一个什么 他的方位 还有人数人口增加的时间点 还有所谓的一个国籍国人 那会不会从哪个国家 去做一个推散 他会从这些相关的数据 去做一个整合 有可能蔓延到哪里 然后蔓延的速度多快 不是说推估可能在半年后 会死亡多少人 有可能感染的速度 这个就是从Big Data里面 所衍生出来 可以推算出来 这个疫情的一个 扩散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词句 Big Data巨量资料 麻烦您一定要把它学起来 小到您上网浏览 订货 下单 看的电影 书籍等等 会形成您单一个人的巨量资料 大到一个企业 找一个店面 或者找行销广告 大到政治的选举 大到比赛 大到所有所有 你看伊波拉病毒 它是全世界的议题 巨量资料太好用了 不过讲到这个全世界 这个节日也是大家都开心 圣诞节 圣诞节看到那个 圣诞老公公 心情都好起来了 但是怎么样 都没想到阿朝 圣诞老公公有胡须 胖胖的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披 那个红色袍子呢 以前的圣诞老公公 不一定都是穿红色的 有穿绿色的 你可以想一下 圣诞老公穿绿色的 以前有穿绿色的 对 还有穿绿色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印象中 都是穿红色的呢 哇 这个就是一家很厉害的公司 叫可口可乐 他在1931年的时候 请那个插画家 画了这个圣诞老公公 旁边摆了一罐 这个可口可乐 就是在行销他们自己家的一个产品 所以是广告就对了 对 但是从此之后呢 因为这个大家都要过圣诞节 然后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 大家就是说 圣诞老公公 他就应该是穿红色的 红色的一个衣服 那就是说可口可乐 本来红色就是他的一个代表色 而且红色的衣服穿上去 就是很讨喜嘛 喜气洋洋嘛 对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个圣诞老公公 现在都是红色的衣服的一个由来 那接着我们来看说 到底圣诞老公公 那个薪水怎么算呢 有研究机构专门去算这个 真的超无聊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圣诞老公年薪大概要14万美元 为什么 怎么算他是有根据的 他说你千万不要认为 圣诞老公公 一年只工作一天 不是这样吗 对啊 他那个排布堆里面 那个都玩具啊 平常要去做啊 对不对 真的 你其他一年360天你要去做玩具嘛 对不对 或者是监督玩具工厂 一天八个小时 然后呢 你当天还会架雪橇啊 对不对 那迷路 你平常也要养他 他才会听你的话 好可爱喔 不是说你当天这个 叫他跑到哪里去 他就跑到哪里去的 这个架雪橇也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是高技术的 所以这一小时大概是值62.31美元 这是高技术的 那平安夜工作10小时 我觉得是10小时根本不够啦 那天最忙的吧 你应该从早就开始送礼物 一直送 对啊 所以他这个是有根据的 所以年薪大概是14万美元 那平均 每周工作大概是83小时 那我会觉得说 这个在美国 因为这个在欧洲的话 这种薪水不是算特别高 因为如果以他的工作量来讲的话 因为全世界15岁以下的 15岁以下的儿童有18亿人 如果一个圣诞老公公18亿人 每天就是那一天要去爬烟囱 可能有很多圣诞老公公 就累翻了啦 早就累毙了啦 对 我们先讲一下 因为刚刚听阿曹讲才知道说 他其实有一点点苦手 因为圣诞老公公 他不太会去监督玩具啦 什么驾驶雪橇 还要养迷路 真的有迷路吗 这是来自于那个 insure.com的一个统计资料 有点小哭手 如果真的有圣诞老公公 送礼物的话 那他是要工作 一年360几天的 很辛苦 不过现实社会呢 好 现实社会 就真的有圣诞老公公 有 确实是有的 那圣诞老公公 我们知道他是源自芬兰 他是芬兰人 所以我们讲说是正版的 如果你去邀请芬兰 正版的圣诞老公公的话 50万台币起跳 好贵喔 因为这就只有芬兰 才能号称正版的 因为圣诞老公公在北欧的芬兰 那如果是美国是专职的 他的职业 就是专门办圣诞老公公的 如果他是新人的话 时薪是100美元 在台湾我相信也差不多是100块 100美元3000多块 时薪3000多块 我们差不多也是100块 我们是新台币 他们是100美元 因为美国他们有要缴一些 社会保险什么税很重 所以他们是100美元 而且圣诞老公公 你觉得这样薪水好像很高 问题是他一年根本工作没几天 大概就只能工作12月前后 他工作大概就三个礼拜而已 资深的话 时薪是175到200美元 大概一个小时可以到6000块 台币 对但是就是说 他们一年就赚那三个礼拜而已 那台湾资深一点的呢 资深一点的话大概也是 还是100 对啊 还是200 还是200 但是是台币这样 其实我还在想 圣诞老公公资深跟不资深 我们进广告好了 差别在哪里 因为呢 圣诞老公公 包括德国 法国这些 也都有圣诞老公公 讲到了圣诞节 那个感觉气氛就不一样了 进广告回到下场之后 我们再来关心 阿潮继续讲 圣诞老公公 还有很多企业也会发圣诞礼物 发哪些 小米啦 苹果啦 Google啦 都有发 收到圣诞礼物 你也想收到 对不对 但是呢 拜托 这10样 圣诞礼物 千千万万不要送给我 因为排名 它是大家最不想要的 所以现实生活中的 圣诞老公公 Part time打工 也是有薪水的 资深不资深差在哪里 差在哪里呢 就是说 为什么资深的比较值钱 就是说 年纪稍微可能要长一点 郭大哥 郭大哥 郭大哥因为他自告奋有 我就做个比喻 免得我再亏他 年纪比较长 我来办就不像 因为我大概就是 100块美元那种的 郭大哥至少值200块美元 因为你看就知道了 我真的觉得郭大哥 很适合办圣诞老公公 对不对 我曾经办过 他办过 以前我们在公司举行 这个 圣诞节晚会的时候 我就是办圣诞老公公 对啊 就是胖胖的 和爱可亲的 然后老伯伯的 然后戴个胡须超赞的 对啊 胡须十老太 如果你找这个 就是说 比较没有经验的 这一看就不像 你讲话或什么 都不像圣诞老公公 所以这个是专职跟 这也是很专业 那德国的话一次活动 是37到62美元 英国是时薪60美元 大概新台币大概1800块 这个也算很高 巴西日薪大概 最高大概是 新台币有到17000块 这个也算是很高的 但就是说他们就是 一年就赚到几天而已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圣诞礼物呢 你要哪一个 Google的话呢 它是让你二选一 就是安卓的智慧型手表 LG的G Watch 它是方形的 还有一个G Watch R 它是圆形的 让你选 但是你想想看 想也知道 当然选右边的嘛 对不对 右边比较贵嘛 一万多 对啊 谁会选左边